了解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现在到了三十二历的年纪了 肯定要先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如果现在挣不到钱 我拿什么养他们母子两个呢 我工作压力也很大 但我都是为了他和孩子 我不懂他为什么不理解我 他以前也不这样啊 怎么怀孕就和变了个人似的 我觉得女人怀孕时期 本来就比较脆弱和敏感 我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去医院 到处跑着交费 我看人家都有老公陪着 我真的就特别感觉委屈 家里的家务他也不帮我 天天就知道工作 我也不是要他天天陪在我身边 只要他给我多一些关爱和呵护 就够了 难道这都是奢望吗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29岁 来自天津职员 有请李先生 女嘉宾戴女士28岁 来自山西职员 有请戴女士 欢迎两位 怀的是龙凤胎吧 你几个月 七个月 你差不多也是七个月 我没有 你看龙凤胎吧 七个月了 七个月咱们拿个凳子来坐着聊 对 站着多累 来拿张椅子 咱坐着聊 这样子 七个月了 对 这个今天冒着动胎气的危险来我们这干嘛呀您这是 像我这个孕妻的话呢 有一些个情况 她就是不能主动的去照顾到我这边 然后所以说我就是非常想让她表达一个态度 因为包括后边的话就是我这边也会有我的母亲过来照顾我什么的 她如果有一些个表现情况不好的话我觉得我母亲可能会担心 后边我怎么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呀还有一些家庭事情如何处理呀这方面会有更多的顾虑和担忧 这个这个一个焦虑的准妈妈啊现在其实都算没产期对吧 那个问问您啊产检她都去吗 像月份小的时候吧我还可以自己去 但是月周大了就其实前两天说我刚去产检了然后也是我自己去的嘛 像产检的时候别人都是这个老公陪着 然后去跑腿去交个费啊或者是去带着一块做抽个血啊或者是做一些个项目之类的 但是我这边的话就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跑 然后又挂号又交费然后这个包括医生都会问就说哎这次又是你自己来什么这样嘛 你现在一个月几次啊 一个月还是几次吗 现在两次两次 现在一个月两次就半个月得去一次了啊 后期七个月了嘛 所以 为啥不陪着去 因为我这块情况你也知道嘛 就是说我这块事业确实比较忙 然后可能每天也说需要早出晚归嘛 每天早晨很早就出门晚上经常得到半夜才回来 我这块确实是也是很少能腾出来的时间嘛 我方便问您从事的什么职业吗 嗯做的是广告和新媒体这一块 那这时间很自由啊兄弟 嗯也不是啊像我们处于就是商务这块嘛 确实有很多客户要陪要接待 确实也是很晚 不是我知道但是你说这老婆怀孕 说要明天陪她产检请半上午的假这一般都没毛病啊 嗯可能是我们这块 因为这我跟几个朋友一块多的嘛 像那些合伙人嘛 像那些是 不是合伙人更那个啦 在安排时间的时候 她的那个产检日可以不安排啊 早上可以不安排见客户啊 这个因为客户来的时间并不是说我们能左右的嘛 因为现在就是整体市场的大的环境 这种业务也不太好做嘛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工作嘛 所以说咱们 呃做工作的人都应该清楚 有时候确实会遇到一些这个客户呃整好来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你确实抹不开身 但是我觉得一次半次抹不开还行 但是就是说总是抹不开就有点这个说不过去 那这样的话 现在家里有人照顾吗 就是家里的家务谁做呀 你们是自己生活还是跟公婆婆或者说那个岳父岳母生活在一起 你们是一个什么现实生活状态 嗯 我们现在的话是自己生活 哦自己生活 对 所以说日常的话这个呃家务包括扫地洗衣服呀 然后还有一些收拾碗筷这些就很琐碎的事情的话 然后基本上还是我这边去弄 都是你干 对 可以啊 够厉害的啊 你一点不搭手 嗯 也不是我天天我刚说过了 我天天很早就出门 然后晚上很晚就回来 我也跟他说过 我说当我回来再收拾也没有问题 可是呢 我爱人可能就是个急性子 就恨到比如说这个东西他想了立马就得收拾掉 你有休息日吗 呃 名义上是有 但是有时比如说有事什么的就等同于没有 听明白了 等于家务什么也是您干是吧 呃对 我们自己来弄 因为就是老人这边的话有时候 呃 就是还是不太想麻烦他嘛 因为也上了岁数了 然后自己在能承担的范围之内还是自己来弄 你这月份再大点总得有人帮你了吧 呃对 我还是可以的那后边的时间没没有多长时间了 然后我希望他这边就多腾出一点时间来能够呃 悉心呵护到我跟孩子这边 月子你们打算怎么做呀 怎么安排 安排有规划吗 嗯 你要这么忙 那个因为是我爱人的母亲嘛 啊 从外地那边获来嘛 岳母来 对对对 来照顾她 啊 你呢 呃 我这块肯定我也是尽我所能的腾出来更多的时间嘛 你 我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也是很疼你和孩子的嘛 所以说我也是尽我所能 尽量的腾出来一些时间都去照顾她们 这这些事咱俩之前不都沟通过吗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 呃 前期这几个月的时间没有让我看到她的一些行动 所以说 哎呦 就是就是说今天颇无奈 然后到咱们现在里边 然后麻烦到 对我 我现在就比较理解了 其实你是特别害怕说 当你母亲来帮你照顾 照顾你月子的时候 她要再是这种状况 你害怕你母亲里面有想法 对 其实是这个 就是 孩子生完之后 才是这个家庭矛盾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嗯 因为妻子都好忍嘛 丈夫嘛 因为她了解嘛 但是老人来了以后 可这个家庭关系就变了 你要天天这么甩手掌柜 必出问题 没考虑过吧 嗯 这个其实也有考虑过 啊 但是呢 确实也是迫于现实的无奈嘛 不是 你这现实到底有多无奈啊 你们家所有收入全靠她吗 嗯 大部分吧 确实我也是想给她和孩子以后 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生活 你从来没有跟她为这事发过火是吧 也发过火 但是主要我会更照顾到自己更宝宝的情绪 因为我的情绪波动 如果特别大的话会影响到孩子这边 所以说还是自己能消化的先消化掉 不要把这个情绪态度的排遣出来 或者就是说也带给家里边的人这样 你现在就属于何为贵 忍为高了是吧 没错 先把这个时间 这一段特殊时间 先顺利度过 确实是从发现怀孕到现在一次都没陪你产检 孕检过 对 这个是真的 然后在这个期间也都是 您一个人自己在家里打理家里这些事是吧 她可能会在我去不断地催促之下 然后去帮着去做一些 因为我是 确实她刚才说的 我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 然后就是想安排什么家务活的话 当时就希望那个可以完成 然后不希望就是一直拖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以后才去再做 那这样的话 我可能心里边就会觉得 好像你不重视我 你现在晚餐是一个人吃两个人吃 晚餐是我们两个人一块吃 一起吃 谁做呢 现在我做的少了 然后基本上她做 那还行啊 稍微改了一点呗 还行还行 现在听明白了 反正过去的苦也都苦过了 现在主要是对未来的焦虑是吧 对 主要是担心母亲来了这边之后的话 因为你看我跟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还好 就是说对这么长时间 因为我们相处的时间好多年了嘛 有个七年多了 所以说一些她的小脾气啊 还有这个 个性啊 我都非常清楚了解 然后但是老人从老家那边过来之后 他没有跟他长期生活这样一种情况 就还是会对 你担心你妈会对她什么问题 看不上 你把她列出来吗 比方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不主动去乘大家 我眼里没活 一眼里没活 第二呢 第二的话就是没有时间去主动陪我跟孩子 时间少 时间少 第三呢 第三的话还有一个就是饮食方面的问题 饮食怎么了 我怀孕之后的话比较就是口味完全改变了 就像以前的话还喜欢吃一些荤食就是肉食之类的 然后呢 怀孕之后就更偏向于吃清淡的 但是她就接受不了 然后因为这个跟我还发过好几次火 我担心她来了以后 因为我本身是生气人嘛 然后包括我母亲来照我的话 他们饮食上边 就我跟我母亲可能是一个口味的 然后她是一个口味 然后就她会去找事 现在就是面对未来的时候 有一些担心 担心自己的妈妈来了 丈夫因为时间不合适 和长期在家里做甩手掌柜做惯了 让丈母娘看不惯 这就害怕起大的冲突可砸整 宝宝又刚生下来 自己又体虚又弱对吧 他们要大起来你就没法处理了 是这意思吧 是 哎呀 你这么细心的老婆 这么替你长脸的老婆 你算是有福气的人啊 你真是有福气 你们听听老师们给开的意见呗 好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季老师 先生我问你啊 你觉得是 你的工作挣钱重要呢 还是你的老婆孩子重要 肯定是老婆孩子重要 你老婆去产检的时候 你工作的时候 你心里会想吗 哎呦我之前没陪我老婆 我老婆去产检去了 哎呦 她会不会有很多的不方便 你有过这种心吗 嗯 肯定有过 所以说我也是 比如说我早晨有时 我会送她过去 到那个地儿 然后比如说 然后我也会打电话 一直关心啊 情况怎么样啊 什么的都会有 我跟你讲啊 男人不是说把钱挣来 放到家里就完事了 不是的 那叫甩手掌柜 知道吧 尤其是你老婆 怀孕期间 生孩子这个前后 她需要你陪伴 你不要说啊 我挣钱为了你以后 你过好日子 她现在就需要你陪伴 你怎么没有看到 此时此刻她的需要呢 再有一个 我估计啊 你还有可能 你自己的时间管理 是有问题的 你的公司的运转 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是合伙人之一啊 很多事 你是老板啊 你能安排她下手去干 别的合伙人去做 是吧 你能够把这个时间拿出来 你为什么拿不出来呢 那就说明 你自己在运作公司 在时间管理 肯定有问题 你像列一个清单 老婆产检的日子 这是必须赔 不是说我有时间在赔 不是这个概念 是我有时间 她去挣钱去 只要能够吃 够喝 能养孩子 你就要先陪老婆 老婆心情好了 孩子才能健康啊 这是个很重要的事 家庭才能和睦啊 否则你辛辛苦苦 你把钱挣来的最后 你家庭关系一团糟啊 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意思呢 你觉得 所以你是本末倒置 是吧 一定要陪老婆 必须陪 老婆怀孕七个月 一次产检都没陪过 反正我没见过身边 有这样的男人 而且还是你老婆 对你太宽容了 所以你一定要 陪伴放在第一位 挣钱放在第二位 不是在嘴上说 是在意识里边 真正是深层次意识到的 这个问题 好吧 这个我觉得 基老师这说的特对 以前没做就算了 这课得补上 来来来来 那个妈 那个妈 就昨天晚上 我在看你们这个题的时候 然后我就开始翻手机 不自主地翻手机 导导我怀孕那段时间 然后又找了一张照片 我说让导演帮我放一下 就你看我这么瘦的一个人 你看我怀孕水肿成什么样 看我的手 到现在为止也没我这 不是 你看我的指头中间有缝吗 这是在我怀孕八个半月 快九个月的时候 你知道水肿是什么感觉吗 就是你哪儿哪儿都是胀的 然后因为这个睡不着觉 怀孕的时候 为什么说女人怀孕辛苦 我们不是无病身影 我们不是矫情 你试过 刚从厕所 抬起屁股走上床 就又想尿尿 得翻回去的感觉吗 你试过 齿骨痛的感觉吗 你试过 从怀孕三个月开始 一直到十个月 七个月就只能 潮一侧睡的感觉吗 你试过 因为怀孕 整夜整夜失眠的感觉吗 你别让孕妇激动啊 我没有让她 就所有的 所有的当妈妈的 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只不过 有的女人会把这种 不容易表现出来 可是有的女人不会 你媳妇就属于那种 我不会麻烦你 因为我知道 你在外面挣钱辛苦 我能力所能及的 我全部自己能干的 我都干了 我尽量不麻烦你 而你呢 你就是抓住了 妻子这个弱点 产检是一件 非常繁琐的事 很麻烦 但是我告诉你 为什么产检 必须要有人陪同 我就是一个亲身经历 我在产检的那天 当场被留院 因为我养水少 胎儿存在窒息的危险 马上要去做 那个胎心监护 如果胎心监护 不过的话 我当时必须 马上要送手术 是立刻抛 如果那个时候 没有我先生陪伴我 这个手术 没有人签字 你告诉我 他一个人去 谁给他签字 你再赶过去 天津这交通情况 你赶得过去吗 这就是产检的危险 而且产检 对一个新生儿 和对他的父母来说 是一路过关斩将 披荆斩棘 因为每一次产检 都意味着 医生将会宣告 你的孩子 哪儿哪儿有问题 你想没想过 如果你的孩子 遇到一些问题 你的妻子 要独自一个人 在B超时 知道这个结果 走出医院 走回家吗 你这些事情 没有亲身经历 你没有任何的 感同身受 我就是在产检的时候 被告知 我的孩子胃炮过大 我都不知道 我是怎么 从那张床上起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 身边没有人 我无法想象 因为我经历过 那个时期 我没办法想象 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 楼上楼下跑 所以我希望 我今天 以自己的亲身 经历的这些话 能够给你一些触动 还剩后面三个月 再加一个月的月子期 我希望 你能够有所改变 有所行动 起码不要辜负 这么懂事的妻子 谢谢你 来 伯红兄 做丈夫的 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吧 是 肯定是你 不会错 所以生孩子 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 真的难以想象 妻子一个人挺着大肚子 一趟趟 一个人自己去做产检 在家里挺着个大肚子 一餐餐自己去做饭 自己去做家务 我不知道 你这个当丈夫 马上要当父亲的人 与性何人 工作忙 你对工作有责任心 工作 天天都可以做 生孩 并不是天天都在生 就这么几个月 就这么一段时间 哪怕你这么日历万机 和客户解释一下 我老婆怀孕了 我需要照顾 任何客户 一定通亲搭理 而且为你这个好丈夫 竖大拇指 这是你企业形象 天下的男人要明白 女人的十月怀 才是最苦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你 等一下肯定会有好的态度 因为我相信 你是个好男人 好吗 那是俩 俩孩的妈 妈 你听听吧 俩孩的妈 刚生完我 刚生完 小孩现在三个多月 我经历的事情呢 可能没有 沙拉老师 那么多的惊心动魄 但是我自个儿 会很受罪 到孕后期的时候 持骨连和疼 走路是很难走的 我基本上每次 躺在床上下床 是靠滚下去 慢慢的一点点滚下去 因为起不来 疼 然后所有身体上 该遭的罪都遭过 但是我很庆幸的是 我家人 我家属一直会在我身边 陪着我 虽然说 男人在身边 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因为进B超室 是你自己进 对 医生也不会同意 你到一边看 从B超室的这个床上下来 也得你自己爬 因为医生 不会同意 人进去帮你扶 但是 当知道那个人 就在门口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惧怕 那些结果 你知道一走出门 就可以告诉他 哎呀 期待绕井两周 有问题没有 哎呀 这个报告要不要拿给医生看一下 这个时候心里是踏实的 但是我想你也没有那么糟 因为你至少 每次都送老婆到了医院 对吧 再忙 你也是给她送到那了 你担心她路上不安全 但是你认为 一旦到了医院 她自己能搞定 对吧 你老婆是一个独立 性比较好的人 她也不撒娇 也没有告诉你老公 我得跑上跑下 多少趟 我得开单子 我得跑这 我得递这个条 递那个条 我没有告诉你 我的肚子大着的时候 走路有多不安全 我有多费力 她不说 你也没想到 嗯 这是以前的疏忽 咱以后不这样了 心不 嗯 我想你还有没那么糟的 就是就像刚刚说的 现在她在做饭 对吧 也不是再让您挺着大肚子 然后做饭给她吃了 所以这个丈夫 她并不是说食恶不赦呀 的确她前面的那一段 产检她没去 我想是因为她不懂 初次当爹 她根本不知道 女人在面对什么 自己未来将面对什么 不是有一句话说吗 说是女人在怀孕的时候 那一瞬间 她的母性就开始萌发 而男人的父性啊 有的时候是抱着婴儿 那一瞬间萌发的 还有的 可能是照顾了婴儿 一段时间 大脑里头也分泌了 一定程度的催产素 她才开始 对于这个婴儿 有了纽带关系 她才会觉得说 这是我的孩子 我有了父性 现在当孩子 在您的肚子里的时候 她没有那么多反应 她真的是没那些感觉 不代表她未来不会成长 您刚刚担心的说 将来妈来了以后 她表现不好怎么办 对吗 对 只记住一点就够了 永远不跟自己的妈 告自己丈夫的状 因为你妈一定会记仇 无论你今天说完了 后天你再告诉她说 妈我已经不生她气了 但你妈心里那个坎儿 是过不去的 永远在你妈妈面前 替丈夫打马虎眼 告诉她 你看她多忙 你看她钱都拿回家 你看她都累成什么样了 你看她都累成这样 晚上还在帮着我带孩子 还帮着我怎么样 你妈妈会把这些话 记到心里去 矛盾也就不会出现 而当你一旦抱怨 你妈就会造 你妈一造 一煽风点火 你就会抑郁 产后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一个情绪调节 老婆再懂事 也要请我们的先生 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一定一定一定 太太已经给了你 前七个月的假期了 请你打起精神来 把这后几个月给弄好 好 谢谢明娜老师 我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我就做一个 友情提示 就是当你成为了 孩子父亲的时候 或者说你妻子怀孕期间 你发现你的社会圈层会变 如果你很好地利用这个时机 其实你是 « skinny feet » 中文章 你老师 小学生 他就有老师 过来 你怎么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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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